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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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長洲和你和Jussel拍的照片 我媽認得你是當日和她交收我的電腦 那個 Kenny, 我把假紙和律師賣掉了嗎 是嗎? 對不起 忙得忘了被張律師簽 Kenny姐 再次的評價影片都被人搶光了 行… 張律師一見完客人, 我馬上給你簽好嗎 好… 不過你知道吧, 最近律師樓很忙 人手有短缺 你把假紙未必批 那真的什麼意思? 不批就不你不生氣了 你這麼大口氣 是嗎? 你知道嗎? 上星期我去Peter Sun做洗樓的時候 他留我個檔幫他搜 厲害 你也可以 師父 是 這份是陳一鏘丹醫師的報告 我跟著你的指導 就著相反對當事人的工作能力影響 補充了一些意外的細節 還有我核對過的賠償額 你看有沒有問題 相比你剛做訓練 寫的第一份報告, 進步很多 師父, 你搞得好 不過要記住 工商意外的賠償 是純意外的人迷疏忽 很影響賠償 所以這個意外經過要寫得很仔細 很清楚 知道吧, 師父 怎麼樣?自己的事搞得怎麼樣? 層樓怎麼處理 最理想當然是買另一半業權 我約了他幾天之後會來談 到時候Vivian師父也會在場 有Vivian在, 沒問題 不是每個女生都有這種勇氣 師父支持你 是嗎?別這樣 向前望, 很多日子在等你 謝謝師父 出去做事 是 大大話說等了五個小時 游小姐 你是不是肯定李師三回香港 還是乘過境巴士? 他二奶在家裡連火車站很遠 我老公平日九成都會乘過境巴士回來 但你是不是肯定他一定是今天回來 你肯定嗎? 他明天約馬場 他不賭錢就會死 那豈有肩肉等 看一看我中小之前等到他 你好嗎? 曾小姐, 我是簡小姐 我想問我這個案子搞得怎麼樣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正式簽子離婚? 簡小姐, 因為鄭先生剛剛去了日本 要三個星期之後才回來 他說回來就會找律師 談你撫養權的問題 這個混蛋為什麼還要這樣拖我? 我被他拖了十年 他外面的女人日落落 為什麼不肯放我走? 簡小姐, 你沒事吧? 其實我對他真的沒有要求 結婚前, 他一腳踏兩船 我原諒他 他答應我, 結了婚修心養升 誰知道去動物園 他已經跟人交交陣 我明白的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應該忍耐 有些人…不能救救了 我很後悔 很後悔十年前為什麼不當機立斷 和那個混蛋分手 那個灰七三黑色目的老公 那個混蛋 你好…請問你是否謝維利先生 什麼事? 我是林森木律師樓的職員 現在游囂的女士 卻評審林森木律師樓 作為她的代表律師 處理會和郭亞的離婚訴訟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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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離婚證請書, 鄭先生 別走, 鄭先生 鄭先生…別走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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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先生, 別走, 鄭先生 鄭先生 鄭先生, 你不用扔了 在法律師樓, 你已經收了 什麼臭丫頭 就是要令人離婚你才開心嗎? 鄭先生, 就算你基金不情願也好 鄭先生, 我有暫時提醒你 請你在八天之內 填好那個宋達應收書 交回家事法庭 還有要留意手指揚面的時間 並且準時失職 還有記住要遞交法庭所需要的文件 或者當你藐視法庭 最後,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記得可以尋求這個獨立法律意見 謝謝鄭先生 鄭先生 沈小姐, 你的處境我很明白 但你想想, 你兒子還小 你還是老師 其實欠了撫養權的機會真的很大 現在呢, 你最重要就是穩定自己的情緒 讓鬼子知道你是一個好的媽媽 有能力招呼兒子, 你說是不是? 鄭小姐, 我明白 但有時候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解小姐,傷心難過是會哭 但哭完就要站起來 要好好生活下去 Ashley,早安,坐吧 早安 有時間在這裡吃早餐 就是不用上區了 你也是 我當然,一月兩、三宗已經算幸運 有個大法官在家裡,他沒有給你意見嗎 你說我爸爸嗎?他只認識我 做了二十多年教育,又做了二十多年法官 甚麼都看我不順眼 上次在Cup 60裡碰到你們 不覺得他對你那麼兇 他說了公司才整個包工 在家裡他沒有這麼多面縮 小時候他會說很多法庭的案子給我 一時就扮惡犯,一時就扮律師 他很搞笑 他對媽媽很溫柔 完全是另一個人 有時我覺得他疼愛媽媽 比我疼愛很多 Ivan呢 不是,你無聊銷售人 我撞了Ivan 喂,爸爸 還沒回Chamer's 在樓下咖啡廳吃早餐 南晶晶? 有,有,報紙有賣,襲擊 他在樓下咖啡廳? 你叫他來再打給我吧 好,再見 沒事吧 原來這宗案件 跟爸爸的朋友有關 他是被告? 那你要小心點 對,凡是牽涉名人的案子 有甚麼差池 新聞都會放大你寫 知道 一旦進去,報紙寫什麼,當沒看過 聽他重頭說一次 知道了嗎? 好 好 既然層樓是你賣的 為什麼你要派窗進去? 我按個鐘,沒有人開門 這房子是我賣的 我就算拆了一道門進去 也行吧 那入讀之後呢? 我首先聲明,我沒有動手打人 我進去,看到他們兩個人在趕手 我打算過去推開那個男人 誰知道現在被他屈回頭,說打人 那那個男人你之前認識不認識 或者有沒有見過? 完全認識,也沒有見過 這房子你多久沒回去? 霍官,你知道我坐飛機比走路多了 我一陣子沒回去而已 難得這麼乖,連鎖也換了 所以沒人開門給你,你就爬槍入了 那不是怎樣 難道還找個開鎖路歷,擾鎖幾個小時 裡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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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之後你幹嘛走? 我怎麼會是走? 我知道不過去新加坡見過客人 那幫這樣的報紙人寫到我說什麼 事後逃去無蹤,簡直荒謬 我有頭有面子,能跑到哪裡了? 然後今早警察就在你香港的辦公室 找到你?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趕快補我出去 我進來大半天而已,不見過益了 案子明天早就過頭 你倆很準備好申請保釋的理由 我會跟廚師傑談的 放心,案子明天 還好 好,那麻煩兩位暫時給他備職 我跟鄧先生談完收費 小心點,我等 好,沒事 好的,乾杯 再見,案子明 好,來吧 好,來吧 加上他是澳門人,沒有香港身分證 香港和澳門又沒有引渡條例 官拿著這一點就可以不讓他保釋 我和Hanson也在擔心這一點 但是鄧先生在香港有這麼多生意 差不多是香港的基地 還有,這件案子是普通襲擊 案情不算嚴重 不過恐慌證人被騷擾 也可能會拒絕給他保釋 爸爸,你親密試鏡前媽媽了 對呀,我要走了 放心吧,叔叔聽保釋的事 我會和Hanson談的 對呀,放心交給我們的貨物 好,你跟廚師傑慢慢談 阿卿,我走了,不用送我 好 再見 再見 博冠 你好 是 Marker在哪裡? 他今天全天都在法庭 你想不想告訴他,你找過他? 那也不用,我都沒上來很久了 剛好上來看看他在這裡而已 對不起,電話響 你好,是 我在那個女兒 那…不如我先走一趟 我待會喝杯咖啡再接你,好嗎? 好,再見 法官,如果你不趕時間 不如在這裡喝杯咖啡,時間到時候走 也好,好 叔叔雖然沒有香港身分證 但他在香港有生意和固定地址 三萬元做保釋金夠了 正如你爸爸所說 香港和澳門沒有簽訂引導協議 那位官很有可能會認為 鄧先生和香港的連繫不足以嚴重保釋 所以找鎮喜建 應該要訂一個較高的保釋金額 我會建議是九萬 普通襲擊的保釋金額也不會過萬 就算他是澳門人 這麼輕的罪,潛逃機會不高 唯一要考慮的是藍晶晶是名人 官可能因餘輪壓力而鎮得緊一點 三萬元已經是平時的三倍 我覺得很足夠 其實九萬元對鄧先生來說 絕對不是問題 現在最重要是可以申請保釋 我覺得不應該沒有這個風險 不如給我八萬吧 單保他不會離開 但我們沒理由要客戶付出不必要的費用 其實單位是你處理的 應該由你決定的 謝謝你 Ashley…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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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真的要照顧Britney 她什麼都不懂 怎麼會?她這麼聰明,不用人照顧 我怕過以為她是我的女兒 什麼都懂,不教她 怎麼會呢?我們在這裡 每個人都很疼她 這個女兒從小都被我撞壞了 沒有撞壞就行了 其實她不撞壞,我也偷笑了 她這個人真是很大頭霞 爸爸,你還在這裡? 是呀,差不多夠了 謝謝你的咖啡 鄭大壯,Ashley Ashley 我去私女家家 你這麼決定 但我還有一堂家要養 我一副三大,大哥 明白… 我只不過是用自己的私人時間 做幾宗案件而已 那個Vivienne這樣也看不開 你叫我怎麼做下去? Vivienne這人很均真 沒有轉換也是事實 不過他很支持伙計的 他很支持伙計? 如果他想我這輩子會做 他身為老實是不是應該都會做? 我現在不是說不幫阿公做案件 我只不過遲一點做 我預期交貨就行了 他總是要照顧我, 看著我什麼時候做 我不是那些清晰的,大哥 公司長期不夠人手 他才會比較緊張 不夠人手就把案件都給我做 我在公司大謊言, 做了十年 他不肯稱我做伙計 你說是不是對我很不公平? 如果讓你做下去也沒人 謝謝 謝謝 我知道長期期忽視了你 所以就升你當成為伙計 但我知道這個不是你的目標 不過先做月, 過多年再升 現在不是升不升為伙計的問題 Wendy 是我跟Vivienne炒得那麼僵 我免得回家臉妨礙了 那你放心,Vivian這人沒有隔夜秀 如果她同意升你當商業夥伴 就是認同你的能力, 那你就回來 我知道你跟幾間公司在談 不過去到大間公司, 要重新離開 做生就不如做熟 讓我想想, 好, 乾杯 法官閣下, 我當事人鄧志鴻先生 是一名正當商人 他在集團名下有過四千名員工 集團業務非常龐大 是極度只需要我當事人去主持大國 才可以正常運作 因此向法庭申請保釋後審 法官閣下, 你現在看的第一份文件的副本 就是我當事人鄧志鴻先生 跟公司的股東和董事的報表 上面很清楚看到 我當事人鄧志鴻先生 就是這間公司的董事兼主席 下面就是這間公司的年報 裡面包括報稅表和核數師的報告 這些證明鄧志鴻先生 跟公司的規模是非常龐大 雖然我當事人是澳門人 但他在香港有固定的住所 集團也在香港有辦事處 和香港公司有生意往來 鄧志鴻先生也經常穿梭港澳兩地 我當事人願意交出他的旅遊證件 亦承諾會定時去警署報道 並承諾依時出庭刑訊 以及交繳三萬元來做保釋金 我當事人亦承諾不會接觸證人 或做任何遭遇到證人的行為 被告鄧志鴻和香港聯繫不足 存在棄保潛途的風險, 拒絕保釋 需還押勵子各收押所候審 法官閣下 我當事人願意加大保釋金額 老師, 我說了拒絕保釋 案件排期至兩星期後開審 你們說, 要我付多少錢的律師費 才可以替我找一個始終的律師 鄧先生, 其實我看可以做保釋覆核 我還可以相信你們兩個嗎? 叔叔, 這次用三萬元來做保釋金 是我的主意, 與Henson無關 你爸爸跟我說, 說你明年執業沒多久 要我給你機會這個小侄女 好, 機會我給你了 錢你收了, 結果呢? 多謝他這次給你機會 很對不起, 這次我處理得不好 或者我們可以… 這次除了加大保釋金額之外 我們還可以加上人事擔保 只要可以消除法官對你棄保潛途的疑慮 其實還有彎轉 為甚麼你這麼久要走泡 怕得到嘴巴, 你也不喜歡封 因為我也很怕喝完之後有泡 爸爸 好…知道, 再見 你又怕你爸爸打你嗎 平時也沒甚麼 但一趕到公司, 他就錄親不應 整個包公似的 哪有包公的女兒這麼白 其實何官不給, 不是沒道理的 可能三萬元不是他心目中的標準 做久一點 你會發覺不同的法官 就會有不同的提升 其實如果我肯聽你提議 把保釋金買九萬 可能就沒事了 對不起, 我那天氣還這麼重 不一定的 可能九萬元也不是他心目中的標準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找 一些更有力的擔保 叔叔聽說投訴我吧 我真的不想爸爸失望 好像一間很簡單的案件 表現也不大 對不起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但你有沒有生氣 其實你二叔找我負責這案案 是想我幫你爸爸盯緊你 就是說什麼? 其實我是你爸爸派你的臥底 你知道老闆叫得不能說了 還有, 原來你很容易欺騙的 是想我多少位? 朋友到了 張律師 我要聲明在先 這個並不是正式的調解 我是以朋友的身分 協助處理這次的業權紛爭 我不是調解員 我所給的意見並不是法律的意見 純粹是朋友的意見 關於這一點, 你們清楚嗎? 明白嗎? 明白 首先要釐清你們倆所佔的業權比例 根據Holly給我的資料 單位在扣入的時候 是市值港幣350萬 你們倆向銀行申請七成案揭 就是要支付三成首期 合共港幣105萬 而你和Holly各支付了一半 就是每人給了港幣525000 根據這個方法計算 你們每人各佔物業的一半業權 Jayden, 你同意我這個說法? 同意 接下來我就會向你們解釋 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解決 方法有三個 第一, 將整個物業出售給第三方 然後你們兩個再評分得益 第二, 甲方購買月方業權 就是你們兩個其中一個 購買另一方的業權 第三, 將物業出租 然後再評分租金 對於這三個方法 你們有否不清楚 不明白的地方? 沒有 完全明白 明白就最好了 那麻煩兩位表態 選擇你們想解決的方式 我想盡快放盤 我只想要花錢 我不想放盤 我要買你的那份業權 好, 一次計算分禮開支 分禮開支? 當然了 還有退不了錢的酒席 婚紗, 婚紗照, 禮堂, 首飾 每人十萬 這個婚禮你和我也有份 是你悔分在線的 如果你要悔分, 也等深懷人情 現在人情錢還沒收 酒席的錢也要付 這筆帳你和我一起分擔 很正常 Jaden, 我要提醒你 我們這次的討論 是住宅物業的處理方法 跟物業無關的金錢糾紛 並不計算在落 好, 我就只趕一層樓 好, 你要我賣給你也行 現在層樓升值了 我會用市場價賣出去 不然我不會賣給你的 不行, 我不會賣層樓的 Jaden, 我要提醒你 在市場上沒有買加買一半的業權 如果你和Holly達成不了和解的話 唯有交給法庭去處理 到時候得不上失 層樓有價有市 我不信賣不出 總之你要買就要付市場價 還有婚禮一半開支 而且你現在層樓還在住 你再這樣拖下去 你下個月就要交租給我 否則我把我搬進去 Ashley, 還沒下班? 什麼? 好嗎? 顧問費, 想和你談談不清清的案件 好的 案件件今天就上課了 有什麼問題? 我當事人不准保釋 我要搞保釋覆行 普通襲擊及非法入屋 還要是輕傷 一般案情不嚴重的案件 都可以保釋的 我也敢以為 但我官以我當事人 和香港聯繫不足, 不准保釋 哪個官? 何官, 我已經開價三萬 三萬和一萬的分別不大 開會的時候 Hanson說九萬, 我們拗了很久 加上人事擔保吧 案件是霍官介紹的 他們真的是朋友 你那些霍官做擔保沒問題 我不想這麼小事都要靠爸爸 現在不是要靠你爸爸 是剛好你的遺留客人需要朋友幫忙 而那個朋友是霍官, 你明白嗎? 不是我的那一部, 難道是Jayden? Holly, 這部電腦是不是Jayden的? 要不要把他還給他? 這部電腦是我的 他那一部在我盒子箱裡 不過這部咖啡機就是他的 這部咖啡狂, 咖啡機也買了 他會洗來喝嗎? 不是他, 是我 我之前上了個課程 去跟咖啡師調咖啡 我打算他結婚之後 每一天早上我可以沖咖啡給他喝 然後他跟手就買了咖啡機 你也可以留下那部電腦 用來沖給自己喝 我也不喝咖啡 那部電腦也是他的嗎? 我們都很喜歡同一款燈 不過我比較喜歡黃色 這盒黑色的, 打算給他 我自己買一盒吧 用什麼買?換就行了 這個牌子有一天之內包換的 我幫你出去換吧 不用了 我覺得要你送東西回去給他 已經很麻煩了 不麻煩了, 來, 等我來 謝謝 謝謝 對了, 房子怎麼樣? Jaden說要我給市價紙鏗賣和 還要我給一半的婚禮開支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樣也行嗎? 原來兩個人分手就變成這樣了 可能他等錢花了, 要這雙眼 為什麼?他的眼睛有事嗎? 你有沒有看到嗎?他的眼睛沒有光 沒有眼光 你的眼睛很困難 你的東西都在這裡了 謝謝你 有拿回我的PS3嗎 很久沒打機手行 搬東西吧, PS3 PS3在哪裡 你不用問Holly現在是怎樣的嗎 你這麼久沒見我 又不見你問問我怎樣 臭小子 不如你大方一點 把業權賣給他吧 別人是女生資格 被你弄得見不到婚已經很慘了 你需要算得這麼重嗎 再見也不是朋友 我何必跟你這麼客氣 你怎麼這麼客氣 你不明白了 之前我問阿清借錢投資 現在分手了, 不翻臉 家人上門追債 還有我買樓的首期 還有酒席的錢 我全部向家人借的 我現在全身債 Holly是否有空替我分擔 阿清借錢, 你真是變態 不是, 我爸爸媽媽送給Holly的 龍鳳鴨和鑽石頸鏈 有沒有拿到? 在這裡 是Holly這麼好人才給你 給我, 死也不給你 枉我當你是好兄弟 你每次幫著Holly 還有, 那天我喝醉酒 你每次把我來罵, 我還有少許知覺 我嫌那天罵得你少 還有一盞靚燈 別搞了, 一盞燈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嗎? 我不要 走吧, 謝謝, 再見 買了不夠一個月 見完分就買了 趁她的價格好就買吧 免得租保險箱吧 有沒有搞錯?剩下七萬多元這麼少 現在金價升了很多 因為我們買的飾金回來 只是計算她的重量 不會計算收工錢 我買的時候… 總計六萬三千五百百十三元 買的時候不計算, 你們沒好處 因為那些手飾公司 會將回收回來的金融 每個班都計算, 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是… 隨便吧, 退吧 好, 謝謝 先生, 這裡七萬六千七百元 你數數它吧 好… 時尋高分也看不到 好, 給點掌聲, 歡迎大家 好, 其實學習大笑瑜伽 姿勢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學員和學員之間的 銀神的交流 把雙手放在你的胸口前面 稍後我會邀請大家 把你胸口前面的枷鎖 慢慢地, 盡情地打開它 然後隨著打開 把你的笑聲和開心放射出去 像我一樣, 小心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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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笑笑放在雙手中間 稍後出球的時候 把你的笑聲傳出去 越大聲越好, 一個傳一個 預備了 來, 微波喜高 好開心 接下來打開你的懷抱 準備送一份充滿愛 充滿快樂的擁抱送給對方 這個擁抱可以兩人、三個人、四人 甚至乎這裡全村人 好, 準備了, 去吧 幫你遮風檔員 法官閣下, 除此以外 拿當事人鄧志雄先生 願意交出他的旅遊證件 每天準時到警署報道 依時上法庭刑訊 以及願意交出10萬元作為保釋金額 10萬元人事擔保 並找到高等法院退休法官 霍冠東先生作為人事擔保 但反択後完成家庭付遠遠的 可能不是這樣 允許 kup motiv 奖延期範被左右 數稚園 交代的傾向 帝国宣布 延期 人 一直 溜充 被告要在今天五點前 向法庭交十萬元保釋金 以及十萬元人事擔保金 有沒有問題? 法官閣下沒問題 閉嘴了 再多留意法官的反應 搞慢點才會 我打算跟老等充氣 大家一起吃飯吧 不好意思, 法官 還有另一項K少根吃飯 好, 麻煩下次贏了官司, 補償 那我先去處理手續 好, 再見 再見 先走了 Ashley 你好, 法官 有時間, 一起吧 一起吧 是呀, 一起吧 好的 老等, 先前一件案子 Britney做得不太妥善 在這裡, 我代表她敬你一杯 說聲不好意思 好的 乾杯… 老等, 這次我做得不夠好, 抱歉 是呀, 事情已經過去了 忘記它, 忘記它 好 之後那場官司要打得很好看 我一定會, 你看得我這麼緊 誰叫你是我的女兒 先吃東西吧, 冷了, 來, 來 爸爸, 其實這次 Ashley幫了我很多 她給了很多意見 我看到, 叫你不要這麼快 說得好, 看了官的反應 原來我的案子這麼多人幫忙 當然了, 你是叔叔聽 好 我先發掘一下 其實Britney真的不夠經驗 你有空, 多點指點她 霍官 你要對我女兒有點感興趣才行 在爸爸心目中 我永遠都是一個新丁 她要求很高 Ashley, 你什麼時候加了Marcus的改變 我想Ran大概2008年 Marcus教徒弟是很用心的 所以這樣, 我就讓Britney他搞 Ashley以前也跟任弟藏 跟任? 她師父是我多年的老朋友Eugine Mo 我聽她提過 不是很多專業像我們那樣有師徒 說起來好像很古老或者不合適 但是法治精神就是我們那樣 一代有一代的傳下來 我剛剛打官司的時候 如果我接到一些防守的案子 那時候我都會覺得自己在幫壞人 但是那時候師父跟我說 一天未定罪, 所有被告都是清白 我出道的時候 我都問我師父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當事人的抗辯理由不是理由 我是不是這樣打下去 他說了一句話, 我記得一輩子 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是好或不好 直到法律決定 其實這個行業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檢察, 你的責任就是 第一, 看清楚你當事人的抗辯 是否有法律基礎 如果它是災難性的一個情況 你就給它中立正確的意見 如果它不接受, 你沒辦法 唯有不代表它 但是如果你一接受它 你就要拼命為它打到底 之後成與敗, 就留給官判決 對, 霍官, 來 我們先吃東西, 一邊吃一邊談 來, 吃乾我點乾 好 謝謝 棧燈黃色沒貨 店舖說回房子打給我 我約你不是想追回棧燈 是想問問你關於Jayden的事 我前幾天在金譜撞到她 她的樣子好像很等錢花樣 是否發生了甚麼事 她是有點掃要清 不過詳情我不方便說 原來真的這樣 她這麼大,總是要想辦法 別幫她想 我不是完全為了她的 如果房子搞定了,我清界線 但是我可以重新開始 我也是為了自己好的 那你自己有什麼打算? 不要永遠就是幫別人想才行 我自己也有股票在手 慢慢緊應該夠的 而且我還有不夠一年就正式執業 到時候份量節省也夠公樓 都說Jayden,沒眼光了 你這個笑話真的不好笑,別再說了 我怕一天說三次才擺爛 無眼光,耶穌光,蔣志光,鄧浩哥 劉河哥,還有鄭艷哥 是誰? 賣菜的嘛 神經病 很出名的,不知騙証 下次再試試試 學生,拿來坐 世 什麼叫做歸世? 一同歸世真的這樣? 我經常都聽過,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收回… 不行,你們說打了出來不准收回 這次不算,快點第一個來一隻 這隻 一會兒Quentin送震燈過來 好… 你好… 這麼厲害,在這裡打牌 潘田,你來就對了,你懂得打牌嗎? 智商也不懂得打,你頂她吧 好了,你玩吧,我先組織枕燈 謝謝 好 智商快點,過來 慢著 智商十二隻小小公 好,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那真的怎麼樣? 再見… 水龍頭搞定了,不會再漏水了 好,謝謝 別客氣了,一個女孩子住 換個燈膽也不方便 你有什麼要幫忙,叫我就可以了 好 Jayden搬走了,你的房間怎麼樣? 我打算叫來做私房吧 智商,不如你搬過去住吧 你們兩個女孩子就可以互相照應 好,不過我簽了一年租藥 那就是半年生藥,半年死藥 這裡的租本升得這麼厲害 你跟業主聊聊,可能她肯定呢 那我試試 好,其實現在不太晚而已 不如我們去吃糖水吧 好,讓我換件衣服 剛才真的吃得很飽 現在就要散步,燒一枝才行 我好,謝謝 短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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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